百貨公司也是一個就是 會發現自己年齡快增加了一些事實 在逛街的時候 怎麼說 就年紀越大呢 就會越往高的樓層走 對 一開始就是去B1 想說 那我想看最新的那個聖宇余式的樓 你想說講話這樣 蠻特別的啊 就默默默默的就從B1 就奇怪自己喜歡的品牌 怎麼越來越往樓層走 對 已經變成市女區了 然後想說那在上一個樓層看一下手錶 然後越光越高 想說這個床單好像有一點好 那個吹風機跟吸塵器的部分 先這樣看一下 那個鍋子好像是有一點可愛 然後回到樓層的時候 自己已經站在鎮品樹跟歐獨森橋架 或者是就恍然就回過樓層的時候 自己已經站在這些育兒區 然後跟橋舞面面相去 所以年齡正在就會奇怪 我怎麼能聽到這個樓層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你們今天都很年輕 因為我們在B3 樓層越來越高就算了 換我們年紀越長 你們膝蓋就越爛 那還要我們爬到那麼高的樓層 真的是很為難我們啊 是不是 不是你可以當電浮梯啊 電浮梯又是另外一個 令人很難刻薄的東西 有沒有人在想跟我一樣 每次電浮梯都會做錯天的 有嗎 是不是可以看 不是電浮梯它現在盛景了 或是有經過考慮 沒有希望呢 你多逛逛對不對 就趕快趕在另外一邊 你這樣才走一圈 可怕你就不曉得去刷了十萬 而且你不要想說 那我拉電梯好了 電梯呢 你永遠拉不到 可是我都會懷疑說 那個電梯它是不是假的 它是不是只是一個門 然後一打開 然後裡面就有靈眼 然後靈眼 然後就看著靈眼 請問哪一個百貨公司 要透明一點在電梯裡面 我覺得電梯小姐很令人很索實 等一下 就下面有人知道電梯小姐是甚麼 知道是舉手嗎 看不看小確人會知道 電梯小姐呢 就是呢 站在電梯裡面的 電梯小姐 哈哈哈哈 他通常穿得很漂亮 有製服 戴小人帽 然後我們也知道 為大家服務室 就是要按照大家去的路程 對 那他到底拿一做措施 讓你不開心呢 不是 那電梯呢 就是很明確寫說 電梯小姐 他就是在11個人 那他在裡面 不就站了一個位置嗎 那他就是讓我們 到高電梯的原因嗎 不是 你這樣真的太兇了 但是他幫他服務完了 他不能在裡面嗎 沒有 我覺得那大家可以聽 小國家的電梯 那是能源發到我們的邏輯 我們要游到電梯嗎 電梯呢 其實剛剛他們發明一個做十九世紀 那時候他們的電梯 那個操作品很複雜 很快 慢 然後開關幾樓 就非常的繁瑣 所以需要一個人員 來幫我們服務 但是現在是不是 只是一個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開關 到底不需要他啊 所以他們現在的老闆發這件事情 就是讓他擴張工作的地方 人人負擔 他們現在的包館心情的部分 哎呦 你幫他 跟他抱起樓擦乾淨了 然後他們手抱在摸手 他們的手抱走過來一定超黑的 而且他們有時候很奇怪 他們有時候會在二樓的時候突然 就是出去 有沒有 那二樓都突然出去 然後他們轉身跟大家說 接下來樓層有來賓自行操作 再次感謝您的光臨 你會想要離開我嗎 那我們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是游客給我嗎 他在裡面 你又收到佔明了 他收到佔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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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收到佔明了 對不起啦 我媽今天好笑 來 然後有時候發電梯 我就是比如說 我在10樓 然後我要拉下去 然後我就按了一下 然後等了10分鐘 我不容易就是電梯來了 打開圈板 然後全部人站著 然後看著我說 你休假記載 這時候你覺得自己真的是 痴痴的 傻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帶來這首 Dior家的傻子 Dior家的傻子